早晨,今天是11月27日星期一 欢迎收看开市追渣姑 今早我们有独立股评人唐牛 和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市 唐牛,今个星期大事有什么焦点? 早晨,Wendy 今个星期看着美国有个PC数据 内地有PMI,再加上美团业绩 应该够玩的 是的,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上星期五各别发展 上星期五是美国感恩节日日 美股只有半日市 道指高开26点后 升幅曾经扩大到126点 收市升117点 收报35,390点 标指微升7点收市 收报4559点 纳指要逆市向下 收市跌了15点 收报14,250点 跌幅0.1% 欧洲股市普遍向上 而纳指金融中国指数 就是上升1.6% 一起看看焦点美股 是个别发展的 Tesla上日跌近3% 星期五反弹0.5% Meta和苹果都跌超过1% 微软的股价偏远 NVIDIA据报中为额后推出 为中国市场设计的新人工智能晶片 股价要跌近2% 连跌第三个交易日跌穿480美元 托证券形式在美国买卖的科网股ADL 相比半港上日收市普遍向上 网易ADL比半港收市高近3% 折合179.95 百度、京东和腾讯 都比半港高出超过1% 比亚迪和惠控 都比半港高出超过1% 看看亚太区股市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 现在早段是向上的 升近71点 到33,697点 首义综合指数上升 升近11点 到2,508点 Signi普通股指数跌6点 新西南50成份股指数跌6点 一起看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最新的情况是 现在升近92点左右 恒指达到7,600点左右的水平 稍后对原本 会继续跟大家跟进 和唐牛谈谈外围情况 先看看美股 今个星期大家的焦点 都会放在未来公布的PCE数据 11月至今是做好的 标指今个月至今升了8% 距离今年一月的高位 其实大约只有5%左右的差距 分析说到标指成份股里面 其实股价高于200天移动平均线的股份比例 就升到55% 是两个月以来首度突破有关的水平 这个数据就反映了 美股的升势就趋向更加全面 而不是集中在个别股份 因此大市的升势 其实有望就会迟了一段时间 第二个看好美股的理据就是说到 美汇指数11月以来 有一个2.7%的下跌 主要就是市场就开始揣测 联储局接触加息周期 并且明年5月就有机会开始减息 这个揣测或者这个预期就令到美债回落 令到美汇偏远 令到美股做好 市场相信美汇的弱势会持续一段时间 能够继续利好大市 好同学你怎样看 这个美汇下跌 利好美国股市以至环球股市的气氛 你觉得这个气氛能否持续到年底 希望可以 作为一个美股的好友 近期美汇也下跌得挺好的 104也站不到 下跌103 最新是103.5左右的位置 下跌的原因 都是之前出了通胀数据 比预期为低 所以大家都觉得 哎呀没有了 完的了 加完息的了 炸回来 幸好就是美汇没有 因为很快又夹上去 似乎有一个弱势 你会看到人民币也转强了很多 希望这个情况会继续 至于你说那些屎宽等等 我自己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研究 我买来买去也是一个机制 但是你看到 你说罗素2000 现在好像图形又好像漂亮了 或者一些中小型的股份 令到那个声势 就是有少少全面 就是之前的 来来去都是什么 蜡子七雄那些 夹来夹去都是那些 那现在叫做 全面一点的时候 我想对整个美股的气氛 就会好了 那当然 对于我这些可能 只是握住那几只 那些龙头股 就未必是一件好事 是 因为有时候 如果你说 那个声势开始扩散的时候 可能那些龙头股又会休息一休息 但不要紧 最重要是气氛可以 你休息一休不代表你要跌 所以我自己也继续握住那几只大股就算了 好 那我们谈谈那个Black Friday 黑色星期五 上个星期五 就是传统的消费旺季 就是黑色星期五 最新的数据就说到 很多民众就遗免外出 面对混乱的救贸人潮 所以网上救贸的消费金额 其实破了纪录 去到98亿的 这个数据就是来自Adobe Analytics 最新的报告就说到 上个星期五 他们那个网救金额 就比上年的感恩节 就升了7.5% 就由之前一年的91.2亿 去到98亿 今年感恩节当日 那个网救金额就大幅增加了 创下感恩节以来的新高 亦都是为黑色星期五铺路 当日那个网上销售金额 就去到56亿美元 这个情况就是看到那个感恩节的销售 大家现在在观望那些数据 不过看到就是说 那个传统救贸的热潮 也有美国劝商说到 就是不及以前的 就说民众倾向买折扣较多的货物 因此调低消费预测 并且因应黑色星期五人流的情况 这个叫T.D. Cohen 就下调了黑色星期五的人流预测 就向下修订零售业 旺季的销售收入的预测 原先预期按年会升4-5% 现在降低到预期上升2-3% 现在就有一个比较分歧的数据 未来会看更多个别企业公布的数据 好 我们承接上题去问一下 不如刚才说到标普500指数 看到那个升市的市宽就阔了 可能之前大家今年大半年来 都是买那几只科技股为主 现在看到资金可能会流向其他相关 例如零售或者其他行业的股份 唐牛在一个部署上会不会有改变呢 还是说继续在你那些比较大名的科技股 你觉得已经够炒了呢 还是说都要开始研究一下其他方面的美股 零售股最近也是一个焦点 关于Black Friday 我自己会有提 但是你说真的买下去就真的少 始终我都是忠于 买美股也是科技股为主 因为香港的科技股买不下手 所以就买美股 但是我当然不会阻止 或者其实是不是真的不行 其实美国的零售股更加大品牌也还有 所以我觉得大家自己研究一下 我都会有看 例如我平时穿Lululemon 我会看Lululemon 很强的 他自从进入了标志成分股之后 他列口爆上 接着都继续慢慢慢慢地上去 即是跟历史高位不是差很远 所以这类型的股票 我有穿或者有使用的 我会看 但是你说关于其他 我真的少看 因为始终不是很熟 或者没什么有因令到我去看 这个不如反过来 观众有什么好东西 你再告诉我 不如这样 如果是的话 Lululemon因为看你Facebook 都知道你都留意了好一段时间 好 现在升到这些现水平 就叫做非常之高 对我来说就是 你建议投资者 如果没有一早跟你追入的 现在升到这些高位 你会建议大家怎么做 其实我都没有货了 Lululemon 你已经清掉了 我已经清掉了 因为我很害怕它的股值也挺贵 对 对 你现在看它的PE50多倍 你作为零售股 当然了 你说业绩是否能保持到 之前也保持 它有一段时间炸下来 接着近期又抽上去 因为常常都怕究竟经济是否可以 是 始终这些我会当是 非必衰败 非必衰败 而且有点偏向中高档 是 那变得如果经济差的时候 其实人们还买不买呢 就是怕就怕这些 不过暂时看起来又不可以 可能是品牌效应 或者是实用性的效应 是 那我觉得有个位置也挺重要的 就是400元那个位置 400元就是刚刚盈果幕见到那个列后位 是 那个就是 它纳入标普指数 那个消息出了之后 那个的开市价 是 那我想那个就是400元的大位 就是如果你说 你买下去的时候 如果不算400元的 我觉得都可以保持住 当然不是叫你现在冲进去 我想你可能设定 420元那些位置 买一买 你多穿400元就走 那你拼它拼它 就是有没有机会再上 暂时在形态都还可以 只不过就是 你怕不怕畏高 是的 是的 因为即使不是出现一个硬着陆的情况 其实现在大家很密切关注着 就是明年第一季 美国经济会不会有一个 就是 回落 就是一个着陆的情况 是的 所以 我想如果出现一个 就是经济增长的幅度 开始缩细的背景之下 对唐柳刚才那样说 就是那些高端消费的冲击应该会比较大 是的 但是我其实不是我自己 就是很害怕美国的经济 就是很简单 你是很害怕的 我不害怕 你不害怕 我是一个很简单的想法 你想想 为什么香港经常都说 没有钱花 因为股票赢不了钱 是的 港股不行 人家美股每天都印银子 我相信 可能炒美股的财富效应 我想会强 所以变得 是不是经济那么差 你看这些数据 其实都是保持硬正 所以 那个叫做经济衰退 暂时都是承纳不了的 亦都说了 我想今年也是这么说的 就是去年的Focus说今年经济都要衰退 结果又是没有衰退 所以 我自己就不是太担心这个点 是 好 好 我们看看港股上星期五的走势 我开一个图给大家看看 这个 恒生指数 开一些移动平均线给大家看看 好了 上个星期五是要回落超过300点 行指低开139点之后跌幅就扩大 美段曾经最多跌365点 收市跌351点 收报17559点 跌幅1.9% 国指跌129点 收报6041点 跌幅2.1% 科指跌92点 收报4024点 跌幅2.2% 国指和科指 全个星期累计都是升1.1% 行指全个星期上升0.6% 但四星期五的成交就是881亿 看看北水的盘路 再次在港股调整的时候买货 星期五六北淨流入有87亿3千万 主要是买入ETF为主 最多北水淨流入的就是盈富基金 金额有50亿7千万 恒指的国指ETF有12亿6千万 北水淨流入 南方恒生科技股的ETF有7亿2千万 一起看看淨流出方面 腾讯有4亿4千万的北水淨流出 若名生率有9千万 另外上日急跌7%的碑桂园 有9千万的北水淨流入 看看大市的情况 今个星期就是期指结算 上星期五跌了超过300点 收报17559点 失手了10天、20天和50天线 但今个月至今恒指上升了超过2% 今个月上升主要是受惠于美汇转弱 人民为上升 好,唐牛你觉得这个趋势 能不能持续到年底 即我说的就是美汇转弱 这个因素 能不能持续到年底 希望 好像刚才说美股那样 最好就持续到年底 我觉得人民币或者美汇的走向 你说除了美国的通胀数据回落 令到美汇回落之后 另一个关键点 应该就是中美元首见完面之后 你发觉他们 没有朋友,没有饭台 那变了 那个绷紧程度是松了的 那你见到立即就下来了 那假设我们都没有树没有钢 这一头半个月 那我想 即起码不会先抽上来 那美汇 那人民币都不会突然间又跌下去了 就是希望这个形态可以保持到 那变得 那港股你说 是啊 都是上个星期又跌下来 就是说星期五 是 但是形态上面呢 它都还是没有穿底的 你看到的指数 就是都是叫做一底 高于一底 虽然那顶就没有突破到 就是 但是其实你看回它 十一月中的时候 都穿过万八点楼上的 就是都叫做高过 是 大概十一月头的位置 那都是主观意愿 就是希望摸摸摸摸 都十一月底啦 十二月啦 是不是都可以炒转 拿回个美财呢 就是这个很主观意愿去想 还有就是你说主观还主观 客观的事实就是 就是来到阿爷的 都很多不同的会议要开 经济局啊 那你见到阿爷都保持着 有出手关于不同的政策 例如近日一定的来防 是 那希望那个气氛好的时候 就可以将市就夹上去 还有还有一个事情 都可以留意的 见到港股成交是多一点 就是你说之前摸摸摸摸 就是形态上都是升升跌跌的 是 但是你见到的成交 比起以前你说六七八亿呢 近日是有八百亚 九百亚 甚至是市会过千的 就是 感觉上面 好像多了一点点钱 就是 会不会就是因为 港股会转强这个原因呢 就是 大家都可以自己去 就是主观地希望在这件事 就令到市会再上 是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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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